我们现在的话进入景区之后 走过大概300米的沐山道以后 来到了乌龙潭 那么乌龙潭如它的名字一样 我们看到那种海水是墨绿墨绿的 像绿波一样 那么它有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这个说法 由于这个景区人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拉的镜头非常近 那么我们现在位于这个乌龙潭的瀑布位置 都看到有一个水平面 然后直流山下 现在看不到高度 然后稍后我们到下游再去拍摄一下 因为水上面是非常平静 那到下面以后像一个连销团断了一样 然后有一个瀑布 然后分离而下 接下来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地流的瀑布的这个视频 在这呢 那我们现在位于呢 那个就是瀑布的下游 我们刚才看到一会是一个摄影师的摄影 水面上就是我刚才说的 非常的平静 我丝毫不会感觉到 在它水面的这个一个蓝腰处有一个水直接向下 那它这个瀑布流到进门水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然后大家出来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中它盘主的一个素养 千万不要去诱过栏杆 因为水是非常深的 让它去游 所以克隆米姐公共人员一次也生命造成一个危险 那边来的水花非常漂亮 波涛汹涌的样子 然后稍后我们去看一下下游游游照 我们刚才看到天津的湖面 水从中间透过流程以后 然后波涛汹涌流至下游 那么到下游以后 我们也看办法水相对虽然流的流向非常快 但是相对已经很平静了 然后水的颜色的成的是墨绿色 我们现在位于沃龙潭前方100米左右 然后有一个沃龙谷 那么沃龙谷这里有一个沃龙谷漂流 那么漂流的话 它这个漂流时长大概40分钟 每个人的话是50块钱 那么这个漂流我们看到 它也经过了很多的景点 包括这个浦桥码头 蓬莱二岛 包括这个16吨等等 那么如果需要体验的人的话 然后我看景区门口是买的有拖鞋 或者自己穿凉鞋 然后可以想到那边漂流 疫情期间进入许多 我们从那个沃龙谷的话 然后就是搭那个观光车 然后来到了一个斯币站 那斯币站这边看什么呢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斯币嘛 内外的话你可以沿着山道 往前走200米就可以来到了一个退股瀑布 我们现在从沃龙谷赶来了翠谷的这个湿地站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去那个翠谷瀑布 现在太阳高涨 这个问题非常好 但是游客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现在的话赶紧去 现在的话我们就去前往翠谷瀑布的路上 需要大概从湿地过去200米左右 前方那边瀑布的话 就是一个翠谷瀑布了 然后也是可以说小西空军 是比较出名的一个瀑布 然后很多人都会来这儿 去打打拍照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的话我们去前面近距离的话 去看一下这个瀑布 那我们现在位于的位置的话 就是小西空军的翠谷瀑布 我们从上面看 他非常描述的是20米的一个高度 然后从山上留下来 而且他们说真人秀 反正也在这里拍过 什么真人秀啊 现实 跟着贝爷去旅行 跟着贝爷去旅行 贝爷啊 就那个吃蚯蚓 是老鼠的 可是这里没有老鼠给它吃 但有现成的鱼啊 我们看到这个水质上浴 从山上延延的下来的一个水 然后尝着吃蜜子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水的颜色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那个水的温度的话 不相得凉 一般山泉水就非常凉 这个季度还可以的 我们开始告别翠谷出步 接下来去水上森林 那么水上森林的话 从名画来讲 水上有森林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还没有看具体的诗意 然后一会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 准备搭车去前往水上森林站了 现在也是有很多人 大家可能说三分钟左右的话 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水上森林的一个幅子 就是搭这种端光之道 我们来到这边 那前方入口处 就是水上森林的一个入口了 来 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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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